瑞士首都伯恩 其实就是熊的意思 伯恩市政府花费了新台币 7亿6千万打造了一座 以熊为主题的公园 在10月底正式启用 开幕当天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欣赏 但或许是因为人潮太多的关系 两位主角只在洞口害羞的张望一下 大多时间都躲在洞穴里不肯出来 让游客大呼可惜 占地6千平方公尺的熊公园 位置就在伯恩旧城区的阿尔河畔 翠绿的斜坡与河水围城的熊熊游泳池 宛如是人间仙境 游客只要站在桥上 就能将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我认为是一个好办法给他们多空 熊公园现在有两头棕熊 分别是来自丹麦的九岁母熊Bjorg 和来自芬兰的三岁半公熊Finn 他们俩最近才从伯恩市立动物园搬过来 开幕当天他们非常低调 每次现身都会引起游客一阵小小的欢呼 其实在熊公园的旁边 还有两个19世纪的熊坑 但是因为空间太过狭窄 有虐待动物的嫌疑 所以市政府才盖了新的公园 而旧的熊坑也摇身一变 成为纪念品店和摇滚乐团的表演舞台 熊公园让美丽的博文小城 又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也象征人类对于动物和大自然的态度开始转变 中央社记者周银成 博文报导